上星期五急跌之後收市能夠升回或者大幅收窄 都是一個啟示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譬如標指上星期五3901收市 你覺得如果短期內反彈 你覺得會反彈到什麼水平 我想可能4000左右這些位置都差不多 5%左右我們覺得有機會 但你說大彈 整個熊市突然覺得會有一個結束 或者說這個應該是不忌厚望的 你看短線來說 其實很多聲音就說 聯儲局下年可能說加息步法會減慢 加夠了 那就OK了 是有這些聲音出引來的 所以會支持股市短線等等 但你要想深一層是不是真的整個 聯儲局下年會減息 再開一個QE 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就有機會出一個彈散格局 所以如果短線你要找一個反彈水平在哪裡 我想你說現在我們估計 美股是行一個浪帝雨浪的形態 短線會不會能夠彈穿回 剛剛近期反彈的高位 大概是4100那些位置 不容易的 所以405幾那些位置可能真的差不多 但問題是短線博反彈 但我們為什麼說你短線看淡 為什麼不去買 是啊 上個星期五 第二位已經彈了很多箱 你說那個空間真的不多 我們在說股405 即是你叫我假股一個數 4050左右這些位置 如果我們見4040 你又不懂得走 你又要執著10點左右 那就很難 所以這些位置美股上面很適合 短炒 很大的方向就是炒向下 短線是夾一夾 你要逢高才去股 相反地你畫一條下降軌 現在這條下降軌很急 那些這麼急的下降軌 其實有時候有機會勝穿 但升穿也不代表什麼 相反地最重要是一個浪低於浪的形態 所以那裡是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可能在說上次3月的低位上面 即是今年3月的低位 如果能夠升穿的話 才有條條開始想轉勢 相反地短線來說 我們只是看技術反彈 如果真的有些貨的 虧錢的 如果看你購買Arno的分析 就是可能反彈的時候 就是一個減辭的時機